歡迎收看威力修飲 大家好 我是起貨威力哥陳威力 好 夯青找到這邊呢 緊接著就是這個五一的廉價啦 各位你要知道這個五一廉價呢 對於這個 我們的對愛 中國大陸來說呢 其實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日 那 在這個中國大陸方面 今年的這個五一的部分 他其實是休了五天 那 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中國官方 對於廉價的部分 他比較 少防疫方面的一個管制 有一點刻意的在 做一個放鬆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看到這個畫面標題 為了要促進 消費 振興 經濟 大家悶了那麼久 從這個應該說 中國大陸其實在過年 農曆過年前 其實就已經爆發疫情 那在農曆過年後就陸陸續續的有很多的這個 封鎖的一個措施 當然過年期間是針對武漢的部分 那在過年之後發現啊 因為這個疫情好像 在這個中國各省份啊 開始 擴大了一個流行 所以他擴大封城嘛 對不對 你想那個悶了那麼久 那有些 這個像有些有在這個採購這個像淘寶上面啊 啊 採購一些商品的 你就會發覺那個運輸啊 有一些狀況 甚至你下單之後你發覺貨沒有辦法拿到手 那在五一之後啊 我相信 慢慢的應該 他們在近期啊 有一些這個這個 省份啊 其實都已經陸陸續續在復工啦 所以呢 預期呢 這個五月份的部分 應該多多少少可以帶動他的一個 經濟狀況的一個提升啊 這對於 中國方面是好事 那在今年以前的五月呢 他通常都會有一個效應啊 就是在 五月一號的前後 大概一兩個交易日 通常都是一個比較強勢的表現 因為呢 這個行情啊 通常他們官方也會很刻意的去 營造 會營造他們的一個 官方的一個行情啊 這個 這叫計劃經濟啊 所以你行情啊 走到這一邊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像美國的這個指數的部分 美國總統川普也為了他的一個總統選舉 他很刻意的在 比如說要急著要怎麼樣 要 解禁啊 解除一些這個 防疫的這個封鎖的措施啊 比如說他 提到說 雖然這個吉利德這個瑞德西偉的要效 中國說好像不是很明顯 不管啊 反正呢 只要對部分有效 反正他就是趕快怎麼樣 先批准 這一切動作都是為了 要讓整個 這個經濟啊 能夠趕快的去 上軌道 所以啊 在這樣的一個 情況之下呢 可以預期啊 整個市場 目前現在的一個市場的一個狀況 包括像昨天的這個 晚上聯準會 這個 針對他的利率政策的部分 再次提到 他還是會持續的去保持一個寬鬆的狀態 這對產品來說是一件 好事啊 那所以呢 在短期之內我們 看不到重大利空 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行情應該還是有機會 短期還是有機會持續的走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呢 有沒有什麼比較重要的一個 市場的一個訊息 我想最主要的部分呢 還是 大家對於這個各個國家的一個 對疫情的這個封鎖的情況 我想除了日本 他們還在討論看 還是要 進一步的再去做一個延長 那其他部分呢 都是一些經濟數據跟這個 財報的部分 那在經濟數據的部分 我們可以 看到呢 其實 發佈出來的一個結果呢 都不是非常的一個理想 但是你去看這個 美股的指數呢 他還是持續的 這個往上在走高當中啦 幾乎是 沒有在管這個經濟數據 還有這個 財報呢 部分的一些企業的財報 不是很理想 你也可以看到媒體很刻意在 做這種小動作 這些 這些情況 幾乎都是官方很刻意去營造出來的 那表示呢 現在行情也是什麼 官方很刻意在引導的 包括剛剛提到的中國的部分 包括美國的部分 那當然呢 這兩個市場對我們台灣的 影響度其實都蠻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行情也是怎麼樣 你看這權值股的部分 你就知道 在 各個產業的一個龍頭全值股 不然你會看到 買西亞同步的在做一個回問 通常會有這種現象 都是很官方的在怎麼樣 刻意的在引導 才有辦法做到這麼的雨露均沾 尤其是在這一個全值股的這一個 這個拉台上面的這些重要全值股的 這些拉台上面的幅度 你去看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比較重要的一些全值股 尤其是在 主流的 還有像是這個 金融的部分 電子跟金融部分 雙主流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的漲幅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強的 在高價股的部分 尤其是如此 這種都是很刻意的法人在 主導多方的盤勢 所以威英哥才會講說 從這個盤勢上看起來 這個比較偏多的趨勢 還是有機會 持續的震盪向上 看到技術面的部分 今天的亮人 亮人的部分 估計應該是有機會站到月均量之上 甚至應該是有機會 達到差不多是過去三個交易日的均量附近 所以今天的這個亮人的部分 預估還是有機會讓這個偏多的趨勢 持續的再往年限的位置去做一個試探 可是你走到這個地方 你就要去 特別去留意 很多人聽到這裡可能就會想 威力哥你不是說 這個還會持續往上 那還要留意什麼 因為你要留意說 因為廉價的關係 當然這個振興經濟促進 消費是好事 可是會有另外一派人會怎麼想 你這個經濟數據也不好 財報狀況也不好 結果你指數一路往上走起來 已經差不多漲了 三成左右了 你的道理是什麼 經濟根本 數據也沒有什麼好轉 憑什麼一路的往上漲 再加上技術面的整個形態的關係 辦 這個年限的這個附近 他就剛好跟這一個 三月份 三月份原本的三月初是往上談 結果就因為這個跳空持續往下殺 這邊也會有一個 套牢的一個 一個 形態關卡在那個地方 所以剛好 指數走到這個地方 又剛好碰到廉價 廉價大家會怎麼想 對啊你去出境消費啊 你去振興經濟啊 大家人幾人啊 因為大家都很悶嘛 都已經悶了大概 有三個多月 四個月 甚至四個月的一個時間 可能很多人 這個對疫情比較敏感 他可能就把自己 放假 除了上班以後 可能就把自己關在家裡 悶了那麼久 大家就會 蜂擁而出啊 往這個觀光區跑啊 這個這個附近的這一些什麼 百貨商圈啊 到處去逛去消費啊 那就會造成什麼群聚的效應 大家就會擔心說這個疫情會不會 再一次的失控 會不會有一些 隱性的確診者 他自己也搞不懂 他自己確診 或者是他有一些抗體但是 跟他在周遭同一個地點 周遭不見得有啊 所以有些人也會擔心 另一方面呢 是 有些法人 這本來就是他的一個風險管理的規範 碰到長假就應該怎麼樣 去調節他的一個磁倉 包括他的股票的這個庫存 包括他期貨的一個 跟選擇權的一個磁倉 所以在這個地方啊 你可能要留意 可能不管是今天早晚 可能會是在今天的夜盤 可能會有一個 調節的一個壓力出現 但是在看到期貨的部分 期貨的部分呢 距離這個形態 關卡 已經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就算他有機會呢 持續在往上再衝高 他破壞形態關卡區 他也一定會有調節跟正道 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過度的樂觀 接下來呢 我們看的是比較短線的一個部分 短線很簡單 就是只要的 他這個下檔的形態沒有破 他就還有機會持續的震盪向上 所以不管他怎麼震盪 只要他沒有 灌破關卡並且收在關卡之下 你都不需要去 太過的擔憂 可是如果他灌破了關卡 同時又收在關卡之下 那你還是很紀律的去照著 這個風險的一個 一個調節的計劃 去做一個執行 這樣你才不會怎麼樣 你這邊看 這個討論的不錯啊 川普還要選擇啊 有誰人又怕 結果呢 破了第一關啊 要怕啦 漲舵啊 拉回來 偷一點沒關係 大家也就回來 結果沒回來又繼續往下 大家會這樣 沒關係啦 這可能 這個 經濟數據啊 是這些財報的影響 這可能沒辦法就起立了 結果明天沒回來 而且還怎麼樣 跳空繼續往下 然後你就開始做什麼東西 你就安靜了 開始冒汗了然後開始攤貧了 這就是很多期貨操作者 很大的一個壞毛病 其實是我們看最近的這個新聞 新加坡油網 然後宣告破產 為什麼宣告破產 因為他有什麼 他有這個起貨的這個 原油起貨的一個大量的一個單位 因為原油大幅度的崩跌 本業就已經產生重大的一個虧損 他又去操作期貨想說可以做一個 這個這個攤貧的動作 他不是去避險他反而去什麼 去攤貧啦 他反而去做一個投機的部位 結果導致什麼 重傷 最後不得已他就怎麼樣 宣告破產 他把期貨當成限貨在操作 是很多期貨操作者的 壞毛病 因為大部分很多的這些比較年紀比較大的 這些期貨操作 通常都是在股票 市場被坑殺了以後 然後一路攤攤攤到最後 資金實力不夠了 最後他只要跑到期貨跟選人權 因為他知道這個商品有槓桿 如果期貨呢 這個操作壞習慣還是不敢 最後他只能跑去什麼地方 地下期貨 還是不敢最後怎麼辦 最後只好真的要遞下去 所以 這個地方 還是 我也要提醒大家 我在 91年8月 我就在高雄的企業公司入行 合法的企業公司入行到現在 雖然中間也是有一些中斷過 但是呢 累積起來 實際掛牌職業的資歷也差不多有10年以上 即使沒有在業內 其實有時候也是在幫 這個 一些 朋友 一些資訊公司 在負責 在維護一些相關的這個系統 所以 包括我自己的教育 其實我的市場資歷就跟我入行到現在一樣的 看了很多很多的投資人 尤其是 當過營業員 我們大概當了6年多的 威力哥大概6、7年的營業員 我們都有封控 看著各式各樣的一個客戶 面對各種行情的變化 做的各種的反應 可以歸納出 很多投資人就是剛剛威力哥講的這些痛病 所以你一定要持續的 去留意你的交易上面是不是有這些壞習慣 壞毛病 試著去把它做一個改善 起貨的交易很簡單 善用一套 簡潔易懂 簡潔易懂 然後能夠讓你快速反應的 這個 這個交易系統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去看基本面 你可以看消息面 可是你要知道 起貨都是 非常短線的操作工具 如果你經歷了這個 今年的2月跟3月 這一種 行情 你還在那邊 遲遲的相信 這個數據怎麼樣 這個數據怎麼樣 這個數據數據就很不好 他就一路往上彈了三層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可能還是要 持續的留意 就是期貨的部分 順勢去操作 然後呢 去控制他的一個 損失 追逐著這個 趨勢 其實相對的 這是很重要 尤其是 你一定要有一套 可信耐度 這個 比較高的這樣的一個 策略系統 這樣子呢 你長期去 跟隨這個系統去做操作 你比較有機會在市場上生存下來 你比較有機會賺到錢 好 那 今天呢 最後要跟大家講 是 威哥在這一年多來 實際看了一些粉絲朋友的分享 跟一些 這一個 這個 可能是會員朋友的一些狀況 包括以前在金控啊 看 看著這個負責城市交易 一些相關又看著一些投資人 實際他們在 使用策略一些狀況 威哥還是與中心查的 再次跟大家做 這三點的一個提醒很重要 威哥希望 你在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一段 記起來 第一點 你要用城市交易 你想要長期的在市場上除磨下來 基本上 只要你的城市交易策略 是像威哥這樣的 我是從業內出來的 而且我是 在市場的 這一個區塊 跟城市這個區塊 我自己去學過城市語言 高中文的時候我就學過培基語言 然後呢 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再去 為了去學習這個網頁啦 網頁的設計啦 還有這個App的開發 所以後續我也學過了 C 然後學過了Java語言 我學過了HTML HTML語言 雖然我對城市這一塊 我並不陌生 我本身對於 城市跟金融 一起在期貨這一塊 是雙專業 所以呢 你一定要找可信賴度的人 有懂 這個軟體 或懂城市的人 所開發出來的 策略 他的可靠度 比較高 很多坊間出來的東西 他在玩抱貶 不能說他的東西一定不可靠 因為我沒有見過他們實際撰寫的城市碼的內容 但是呢 你從一個有市場經驗的雙專業經驗的人所開發出來的策略 你用起來 至少 他的一個風險的控制 應該會比 沒有實際業內經驗的人會好一些 那所以選擇好的策略之後接下來呢 這個策略應該是具有一定的可靠度 所以你在運用他的時候你要留意一點 資金的配置 很多人說 這很好啊 一台可以賺 50% 80% 100% 不是很好 不是很穩 這樣我就20萬做一口就好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再好的策略 他都一定會有他的一些缺陷 比如說像 趨勢型的指標 他碰到這個去年10月11月 因為選舉快到了 政府一直在干預 可是美國已經在回黨 那我們是跌一點就被尬上去 跌一點就尬上去 他是很人為刻意在 干預他 所以他行情變得很承認 然後 稍微跌一點就被擠啦 跌一點就被擠啦 就打停水 所以他在這種行情裡面 他一定會有績效回途的現象 就很像股市啊 漲都他也會回黨 這是理所當然的一個情況 你不要因為這樣呢 你就去 覺得說 這個 這個策略 是不是掛掉什麼 策略一定會有績效回黨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你的資金的配置 假設這個績效回黨 在歷史回測期間過去一年兩年 那平均的一個 回落的風險可能是8萬10萬 那下一口保安金要15萬 你準備20萬 那表示了那個比較差的狀況 那個績效回土期出現的時候 你撐不過去你就掛掉了 很多人都在犯這個毛病 大部分的城市交易者 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交易者 都死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呢 就是要紀律的執行 就很多人啊 就要怎麼樣 這個行情不錯 我把城市打開 這個行情不好把他關掉 結果你又猜錯 你每次都猜錯 那猜錯都是怎麼樣 輸錢的時候你挑進去 能夠贏錢的時候你把他關掉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做到機率操作 如果你真的要用一個很投機的方式來用他 其實你應該要怎麼樣 比如說連轉無比 連轉無比表示這個趨勢盤 在走 那趨勢盤走多他也會有拉回 所以他可能會出現損失了 這個績效回土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連轉無比的時候呢 稍微暫停 那連續 虧損三比之後 你要試著趕快怎麼樣 看是不是把這個這個策略 重新的再讓他啟動 因為他會連續虧損 比如說趨勢型的東西 他會連續虧損 表示他在震盪盤 震盪之後 就會有趨勢盤 你要有這樣的概念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概念 你還是紀律化 讓策略去 做一個執行 最後呢必須跟 各位講 很多人在看策略 都在看 哎呦這50%而已 還有80% 還有85% 問你你有沒有去看這個策略回車期間 那可能的風險 沒有從來不看風險 只看績效 問題你看得到你有沒有辦法吃得到 你資金那麼吃緊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辦法 看得到 那麼大的獲利 沒有辦法 所以你的資金的狀況 決定你能夠使用哪一些的策略 所以風險的控制 這個策略 對風險的一個控制 遠遠 他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於 他能夠讓你賺到 多少的績效 希望 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能夠牢牢的 把他記起來 好 那今天呢是為了一個在里周節目 里周TV的節目的最後一段影片 那也非常感謝 過去粉絲 對於威力哥的這個支持 以及這個不令的視覺 那威力哥後續呢也會持續的在我的專業上持續的一個經濟 那之後有機會希望能夠持續的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節目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為了一個祝福所有的這個粉絲朋友都能夠 超過順利 闊力滿滿 我們有言再相會 全新城市 策略最上限 名額有限 動作要快 現在就拿起手機 交拉葉 好友喔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